好的 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在上一部分当中 我向大家介绍了 苏联在中日战争当中的这样一个总的关系地位 以及我们研究问题的几个角度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从具体的问题入手 来看一下苏联是怎么介入这个中日战争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向大家介绍中东路问题 那么苏联的中东路问题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时期 苏联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的这么一个争执的焦点 那么说到中东路问题 我们就要首先来介绍一下 这一桩历史遗案是怎样一个情况 所谓的中东路 这是个简称 全名叫中国东北铁路 曾经多次改名 最初叫东青路 后来叫中东路 到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称之为中长路 就中国长春铁路 那么这条铁路的总体的线路是这样的 从满洲里进入中国 经过哈尔滨到达另外一个边境城市 叫隋分河 今天的这个哈尔滨出发 向西北方向到满洲里 向东南方向到隋分河 另外呢 是从哈尔滨出发 向南一直到达辽宁省的大连和吕顺 这样一个位置 这是最初的中东铁路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有中东铁路问题呢 这是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的一个产物 19世纪下半期 随着边疆危机和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的狂潮 沙皇俄国蓄谋已久的 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黄俄罗斯 俄罗斯本国已经有了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 所以有一些狂热的殖民主义者 说要把黄俄罗斯建设到中国东北来 变中国东北为他控制下的黄俄罗斯 为此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举动 先是三国干涉还僚 迫使日本退还甲午战争当中 要搁战的辽东半岛 随后很短的时间内 俄国就以欺骗的方式 骗中国与俄国签署了吕大租地张成 将吕顺和大连作为远东地区的不动港 纳入到俄国的控制轨道当中来 那控制了这个地方还是不够的 因为从俄国本土到这两个地方需要有铁路 那么俄国呢就采用了借地修铁路的方式 修建了前面我所提到的满洲里经哈尔滨至隋芬河的铁路 穿过中国黑龙江境内 同时呢从哈尔滨向南经过长春沈阳直达大连 好 这样的铁路修成以后 大大便利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 向中国东北侵略这样的一个进程 1900年一和团运动爆发 沙俄除了参与八国联军以外 还自己出动军队 占领了中国东北 并且在辛丑条约签约之后 仍然赖在东北不肯走 那么其他国家纷纷撤军了 沙俄不走 那么沙俄想进一步的扩大在东北地区的权益 引起了日本的不满 因为日本一直想在中国东北扩大 欺略扩张势力 英国和美国对沙俄控制东北以后 封锁东北市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不满 英国跟俄国当时有英俄争霸一说 美国希望用门户开放 打开俄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地区 这样一来呢 英国美国和日本站在一块 1904年挑动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 经过一年左右的战争 俄国失败 日本跟俄国双方在美国的斡旋下 刚好是这位罗斯福的前辈 西奥多罗斯福 那么在美国就签订了普斯茅斯合约 普斯茅斯合约的结果 关于铁路方面是这样规定的 长春以南的铁路归属日本 长春以北的铁路仍然归属俄国 这样我们看到所谓的中东路就被一截两半 这个时候以后归沙皇俄国的 乃至后来苏联的 是长春到哈尔滨 这一段铁路的干线 另外呢 仍然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隋丰河 那么日本跟沙俄之间 划分了南北满的界线 好了 这是20世纪初的这个铁路问题 20世纪初期再向后发展 我们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短短的两年之内 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两个国家 突然密切合作起来 日本开始跟沙俄合作了 日本跟沙俄合作的结果是 共同的排斥美国资本进入东北的这个想法 两者意见达成了一致 以此延伸到一战 一战爆发 俄国的主要精力放在欧洲 对付德国 那么日本趁着一战 在中国大肆攫取权益 到了1917年 俄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叫做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结果是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 那么 列宁代表苏维埃 成为当时的执政者 那么 列宁的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党 他在这些问题上会有什么看法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说的 这个问题里的第二个小问题 叫做革命外交 还是现实主义外交 列宁的革命 在当时全世界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作为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来看 美国 英国 法国 非常担心 十月革命的会继续扩展 另外在当时条件下 十月革命会不会导致 俄国退出对德作战 造成美英法三国的负担加重 那么 这些国家呢 密切的注视着 列宁 而现在 有这样一个说法 列宁的十月革命 是得到了德皇 威廉二世资助的 这样的一场革命胜利以后 那么 他的矛头 不会继续对准德国 对德国作战 这现在我们看到 材料公布的更多了一些 那么 我们换个角度 放在列宁同志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当时 十月革命刚刚取得成功 还不能说 斯维埃政权能控制全国 这样一来呢 他控制不了全国 那你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让这个 列宁同志 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比较好呢 现在我们看到啊 用的是革命外交 什么叫革命外交呢 宣布现在的这个外交政策 和过去的沙皇俄国 和资产基金临随政府 一刀两断 好 这样的 大的变化 与周边各国搞好关系 希望周边国家 首先承认苏俄政权 我们叫苏维埃俄国 简称苏俄 这些国家 你能支持苏俄政权 那好了 你支持苏俄政权 那我就给你一些回报 怎么就回报呢 当年地俄时代 资产基金临随政府承认的 这些个条约 现在一律废除 当然了 是不是真废呢 我们从事后来看 不是真废 有限度的 废除了一些 沙俄时代 和其他国家签的条约 我们看起来 数量是非常有限 但是在当时来讲 引起了巨大冲击 所以我们常说呀 1917年到1918年 一个美国 威尔逊总统 十四点原则 一个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列宁的革命外交 对当时的世界秩序 产生了重大冲击 那么 这个冲击 我们来看一下 跟中国有关的 叫所谓的三次对话宣言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 发表了第一次对话宣言 和第二次对话宣言 中心思想是这样 派代表来中国谈判 希望中国能够承认苏俄新政府 不再支持白俄政府 之前的这个资产基金临随政府 不再支持白俄政府 清理白俄政府代表 那么苏俄政府的回报是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那这样一看 我们来讲啊 邓小平同志后来都说过 中国近代 从中国拿走东西最多的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俄国 你要肯退还我们 那是好事啊 清朝末年以来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给我们吧 外蒙古问题 你不要再插手了 不要再干预了 那么在东北的铁路 还给我们 那这是全部的权益啊 我们看一下这么多问题 可是对华宣言 毕竟是宣言 它不代表国际法上承认的条约 由此可见呢 两次对华宣言 只是单方面的表示 那么苏俄当时最着急的是 希望中国不给协约国干涉 提供基地 那么能够主动 跟俄国之间 达成一种非常好的外交关系 来解决苏俄政府的外交困境 好了 其实它有意废除条约吗 很难说 很难说 有人说爱搞扩张是斯大林的毛病 不是 列宁很快对两次对华宣言 要打了些折扣 那么认为没有无条件废约一说 说这个条约得谈 可不可以废呢 可以改成了谈判 那么从革命之初的马上废约 到后来的有条件谈判废约 好 列宁的立场后退了一步 当然了 为了安抚中国 派了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 我们一般把它视为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外交人民委员是外交部的部长 那么副外交人民委员 叫做外交部副部长 以后为了简称 我们就直接称呼这个职务为外交部副部长 那么派加拉罕 时任当时苏俄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 来中国 来加拉罕来华 那么加拉罕来华之前 又发表了第三次苏俄对华宣言 那么再次重申了前边的这个两次宣言的成果 那么来中国 谈判过去中国跟苏俄之间的一些历史权 可是此一时来彼一时 当时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 中国由于涉于协约国的压力 没有马上承认苏俄 两次对华宣言的时候 没有对他进行回应 那么俄国方面 就把很多两次对华宣言内容再往后退 加拉罕来华的时候 虽然还在讲革命外交的一些词汇 但是已经开始明显的像现实主义外交 再倒退 再回到传统帝俄的那种外交当中 那么加拉罕来华以后 要求跟中国谈判一系列问题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 谈判旷日持久 那么我们看起来 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苏俄 与中国南方政府的接触 同样当时的苏俄影响下 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 也派了代表 到了广州去见这个孙中山 那么甚至发表了孙文岳飞宣言 代表叫岳飞 那么孙文岳飞宣言 是向中国的当时正牌的合法政府 设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告诉你 你要再不跟我谈 那么我就要考虑 干嘛呢 我就考虑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 我不承认你 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 实在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和你谈 可是我们看到啊 第一个问题非常的棘手 我们接着说跟铁路有关的 中国跟当时的俄国之间 最大的悬案就是这个铁路 那么十月革命之初 苏俄方面主动提出来放弃 那当然包括放弃这个铁路 因为这是根据吕大租地章程 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俄密约等等 获取的这个权利 那么中国方面呢 曾经一度宣布收回这个铁路 并且由于白俄政府 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啊 垮台 铁路陷入混乱 我们曾经接手过铁路的所有权益 这个时候 这个已经是苏联了 苏联方面 加拉罕来索要这些权益 认为这些权益啊 应该由这个苏联方面继承 这就是很匪夷所思了 你不是说已经放弃这些权益了吗 那么双方就在到底放弃了 还是没放弃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执 期间也不断的 有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 告诉不能向苏联让步 苏联呢 也派人不断的往广州跑 说我要承认革命政府 就这样纠结了很久 那么直到1924年的5月 中国跟苏联方面 才正式的达成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 所谓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 讨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并且呢达成了一致 一个是中东铁路 另外一个外蒙古 外蒙古问题我们放在后边说 关于中东铁路是这样规定的 所谓的中东铁路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纯属商业性质 给它加以界定 纯属商业性质 那么苏联无意利用铁路问题 来干预中国的主权 你进行一个表态 但是中国方面也承认 苏联当初为修筑铁路 曾经进行过投资 当时沙俄政府 那么苏联作为沙俄政府的继承者 有权利跟中国合办这条铁路 那好它叫合办 那么既然合办就要明确 双方的权利跟义务是什么样子 并且呢表示 由于铁路是在中国境内 那么应该允许中国方面 备款将其赎回 又不是说你们修的吗 花钱了吗 好我们可以备款赎回 那么备款赎回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但是什么时候数 这还是有些细节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说大方向 原则上已经确定了 好了 那么到这里我们看 中东路问题 似乎要告一段落了 就是说呀 之前是帝俄侵略中国的一个产物 沙黄俄国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现如今到苏联政府 咱们该改变了 可实际上啊 已经比过去倒退很多了 我们曾经一度控制过 完全控制了中东铁路 那同样 这个苏联方面 你不也表态过吗 十月革命之初 苏俄已经表态过 放弃这个权利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可放弃 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后 本来应该是由中国方面 跟这个苏联方面继续谈 铁路和相关内容 可问题是一个苏联方面并没有诚意 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协议 说要把这个铁路啊 什么时候交还中国 以哪种方式交还 中国每年付多少钱 如果中国钱多了 一次性把钱付清 能不能铁路提前给 这些问题都不谈 那么这是苏联方面 在谈判当中缺少诚意 另外一个苏联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这铁路不在北京政府控制范围内 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是直系 是名义上是曹坤 汇选大总统 那么实权掌握在吴佩孚手里 那么铁路在哪呢 在张作霖那 东北的铁路嘛 那么当时张作霖已经控制了东三省 所以你得跟张作霖谈 于是加拉罕又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说中苏协定达成了 那么加拉罕又以这个苏联当中的 这个加盟共和国 俄国代表的身份 跑到了奉田 就是今天的沈阳 去跟张作霖的代表去谈 最终双方达成了奉俄协定 那么奉俄协定 对于铁路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比如说这铁路 双方呢 合办都有股份在里边 因为承认这是中国境内 不干涉中国主权 但是呢 当年的地额出钱了 这些内容又重复一遍 接着 关于如何收回的问题上 是这样规定的 把期限定好了 最早的期限想定到80年 最后缩短一下60年 并且呢 如果中国财政状况好的话 可以提前收回 如果说能够把钱攒清 一次性的 付给苏联方面 但是苏联方面也有很多 很讨厌的附加条件 比如说我把钱给你就成了 你管我这钱哪来的呢 规定 不能因为还铁路 发行债券 我没有钱怎么办 我现在通过 卖这个铁路债券 然后让大家去买债券 我把钱拿到手 然后我拿这个钱还给你 一次性赎回铁路 这是我们说政府 最常见的做法 我们讲中国这么多人呢 出于爱国考虑买点铁路公债 很容易就把这个钱凑齐了 好了 苏联方面 不行 这个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你得给我献款献结 你不能欠我的 你也不能在国内发债 你管得着吗 提了这样一个很苛刻的条件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说 缝隙方面没有胜利 张作霖这方面也有他的胜利 那就是把期限 80年缩到60年 为什么这个协议 最后双方都不是很满意呢 苏联方面 还是要拖 这个问题上还要拖 没能实现 那么缝隙方面一再提出 这个条件 接受了一部分 那么缝隙方面 马上要准备直缝大战 要跟直系军阀大战 没有精力再去跟苏联纠缠 这个铁路问题了 而苏联 借着铁路问题 来分化直系跟缝隙的目的 也已经达到了 北京政府非常的恼火 说你怎么跑到凤天 去跟张作霖谈去了 我们是真正 真正中国的合法政府 OK 那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显然是苏联人高兴的 利用了中国的内乱 那么在铁路问题上 含糊其词 虽然说我们已经往前推了一步 年限拿出来了 可是在具体的措施上 苏联还是控制的 这样也就意味着 只要中国一天不收回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就跟苏联有关系 我就始终留着这个 那好了 这条铁路的问题 再往下流 终于引出了一个重大事件 叫做中东路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